第492章 魏家新团宠 魏家到底是娶媳妇儿 还是娶沙包 还没当上团宠 他先做了团包 苏小小冲奖式礼貌微笑 笑完 他微微厚仰 低声问身旁的魏婷 嫂嫂们不会下狠手吧 不会魏婷到 点到为止呼 这就好 苏小小想了想 又问到 什么叫点到为止 魏婷到 你爬不起来 苏小小再次 苏小小善善问道 娘当初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我记得娘不会武功 魏婷说道 哦 我爹没有兄弟 我娘也没有嫂嫂 我就不一样了 我有六个哥哥 苏小小自闭了 从后天起 就要开始感受 嫂嫂们的疼爱了 其实大家都很思念处事 但大家都默契地 没在二人的新婚日子提及 一行人在魏老太君那边 吃了晚饭 各自回自己的院子 魏婷送苏小小上轿子 魏夫人望着魏婷的背影 欲言又止 苏小小坐下后 对魏婷道 娘好像有话和你说 魏婷的神色顿了顿 知道了 你先回去 苏小小道 不用 我等你 你放心 我不偷听魏婷一走 苏小小的耳朵就贴在了窗帘上 莫归远已死 她的阴谋也被禁数拆穿 按理说 母子二人的关系 应当清静起来了才对 然而也不知是不是生疏太久 二人都有些不知如何与对方相处 娘找我有事 魏婷问 我 魏夫人张了张嘴 我在后院种了些葡萄 头两年长得不好 今年还不错 你有空 过来摘一点 带回去给小小吃 好魏婷没有拒绝 魏夫人暗暗松了口气 她还想说什么 但又似乎觉得已经说得够多了 不能一下子太贪心 赶紧回去吧 她道 娘也早点歇息 魏婷告别魏夫人 坐上了轿子 苏小小正色道 我喜欢吃葡萄的 夜里 三小只游玩归来 进府第一件事便是找苏小小 一天一夜没见住了 可想死他们了 苏小小平日里的衣裳也很肃静 这两日皆是大红的衣裳 看得三小只眼睛都直了 娘好美 二虎说 三人争相往苏小小腿上爬 苏小小运动过度 浑身酸软 哪里经得住三个小虎头这般折腾 魏婷将三个小崽子捞了过来 干嘛 大虎挣扎 要娘抱 二虎也挣扎 不要Kia跌点 小虎做着最后的挣扎 魏婷都给气笑了 几个小崽子 越来越疲痒了 娘今天不抱你们 她说道 围贤摸 小虎问道 魏婷道 娘累了 要歇息二虎道 娘不累 娘睡了一天 魏婷总不能说你娘累了一夜 一天还不够补觉的 她改变策略 爹想你们了 想抱抱你们三人一脸肉麻地看住她 大虎的神色一言难尽 你是个大人了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沾我们 魏婷 三小只跟诸位六郎出去 是不会好好吃饭的 全吃的是糖葫芦与街边的小吃 到家就饿了 厨房炖了他们最爱的红烧肉送来 小虎摇头 不想吃肉肉 苏晓晓 真是娘的好嘴嚏 三小各自吃了一碗青菜鸡蛋面 正坐在苏晓晓身边 乖乖吹奶瓶的时候 李嬷嬷过来了 她是来叫他们去为老太君那边睡觉的 大虎双手抓着奶瓶说 今晚和娘睡 苏晓晓点头如捣蒜 对对对 李嬷嬷笑道 那可不行 你们和爹娘睡 太奶奶要怎么办呢 你们不怕太奶奶又难过了吗 说起这个 就不得不提一下 魏家祖传的耍赖手段了 昨日魏婷与苏晓晓大婚 三小只明明记得 他们是在爹娘的床上睡住了 哪知半夜一醒 发现自己挪地方了 三人那叫一个生气啊 要娘 不然感觉自己这一觉白睡了 魏老太君哄不住 使出了杀手锏 往地上一歪 垂着大腿哭了起来 呜呜呜 你们不喜欢太奶奶了 这一波操作 直接把三个小豆丁整不会了 大虎问道 太奶奶又哭了吗 李嬷嬷擅笑住 看了魏婷与苏晓晓一眼 在保持魏老太君的颜面 与把孩子接回去之间 选择了后者 哭了 哭得可厉害了 大虎叹气 走到床前抱起自己的小枕头 好吧 他对苏晓晓道 娘 太奶奶需要我们 我们过去陪陪他苏晓晓内心而康守 娘也需要你们 三小只被李嬷嬷接走了 偌大的屋子安静下来 龙凤香烛烧完了 可满屋子的大虹喜字 依旧明艳道令人炫目 魏婷唇脚威勾 似笑非笑地看住苏晓晓 就请 苏晓晓逆了他一眼 原以为自己捡了只兔子 原来是披着伪装的狼 如果他说 我还不困 他一定会说 既然还有精力 那不如做点别的 然后自己就被他顺势扑倒了 苏晓晓挑眉道 好啊 我困了 魏婷嘀嘀一笑 这才不到害时 娘子既如此助击 为父奉陪就是等等 这和想的不一样 这家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 索性苏晓晓是当真累坏了 当魏婷沐浴完过来时 他已经趴在枕头上 睡得不显人事了 魏婷喝了一声 就这点能耐 当初是怎么敢一直一直点火的 他熄了灯 在他身边躺下 闭上眼 回味着昨夜销魂入骨的滋味 霸道地将人圈入怀中 热苏晓晓迷糊糊地推开他 魏婷 你还嫌弃上了 魏婷霸气地说道 要么别动 要么躺着让我动 苏晓晓描怂 明日要入宫 魏婷本也没打算对他做什么 见他老实了 抱着他沉沉地睡了过去 扁补了两教的苏晓晓可算是恢复经历了 一日一大早便与魏婷乘坐马车去了皇宫 一般的朝廷命妇是无需入宫的 苏晓晓不一样 太皇太后 太后以及两位公主为他添香送嫁 得此厚爱 自然得来细恩 按顺序 他们先去太皇太后的昭阳殿 小允子早早地在宫门口等住了 见到二人 忙笑着上前打了招呼 魏大人 魏夫人 小允公公魏婷在马车上 已经听苏晓晓介绍过白溪和身边的工人了 小允子忙道 魏大人 您折煞奴才了 您换奴才一生小允子就好 小允子寒暄完 带着二人往朝阳殿走去 魏婷低声道 你打算怎么对外解释 太皇太后给你添香的事 总不能说太皇太后与你有私交 每次逃出宫都在你家里歇脚 苏晓晓云淡风轻地说道 哦 有一回太皇太后在院子里 险些被毒蛇给咬了 是我救了太皇太后 竟您公主可以作证 这个理由足以堵住悠悠众口 一 那边是谁 苏晓晓望着金鸾殿门口几个男人问 他们分明是官 穿得却又不像是大洲的官袍 魏婷顺势瞧了瞧 宁谋道 是西境史辰这两句 二人没刻意压低声音 小云子听到了 转过头来 笑着说道 魏大人好眼力 他们的确是西境史辰 昨晚刚到的大洲史辰出使西境 西境礼尚往来 也派了史辰团过来 景宣帝这几剿灭白连教 也有这个缘故 担心让西境看了笑话 也担心和谈会发生变数 和谈结束 他们便会带着灵溪公主返回禁都 苏晓晓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之前我一直以为 是由大洲朝廷派兵送公主去和亲 如果那样的话 郭灵溪一定会清点 让魏廷护送 无 倒是省了一桩麻烦 什么 魏廷没听明白 没什么苏晓晓摇头 他再次望向金蓝殿的方向 另外那几个也是西境史辰吗 他们的官袍这么风格迥异的 他是才看见的是蓝袍官员 可马上又来了一波红袍的 魏廷又顺势望了一眼 眸光凉了凉 北燕使臣苏晓晓有些意外 北燕也派使臣过来了 之前完全没这方面的风声了 小云子解释道 啊 他们是来交碎贡的四年前 北燕败给了大洲 作为战败国 他们需每年向大洲缴纳 价值不菲的碎贡 北燕狡猾得很 除了头一年 确实被魏廷打怕了 老老实实上交 不敢预期 但很快 他们便好了伤疤忘了疼 一年比一年拖延 去年的碎贡更是拖延到了 今年的六 七月 看样子是想赖账的 毕竟抱上西晋这条大腿了 然而一听说大洲也要送人去和清 北燕瞬间坐不住了 立马安排了使臣前来上交碎贡 交碎贡是幌子 真正的目的是探听虚实 如果和清的公主资质平平 完全不是北燕公主的对手 那放任也罢 但倘若会对北燕公主造成威胁 他们便可能想办法破坏掉 大洲与西晋的联姻 听完魏廷的分析 苏晓晓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道 北燕这么不要脸的吗 我突然不奇怪 他们当初为何勾结莫归远了 打不过就玩鹰的 太下头了 北燕一直是这副小人做派 魏廷见怪不怪了 他去替祖父收尸时 北燕也想在他身上耍鹰招 若非他早有防范 早被万箭穿心在了城楼上 北燕来的都有谁 苏晓晓问小云子 小云子惯会说话 挑了重点的奖 北燕的四皇子 康宁公主 神威大将军 还有几个文臣魏廷的谋光一凉 苏晓晓察觉到了 他陡然迸发而出的杀气 问他道 魏廷 你怎么了 魏廷字字如冰地说道 神威大将军贺连夜 我祖父就是死在他的手里 他将我祖父的头颅斩下 与尸身左右悬吊在城楼之上 他曾扬言 要杀光每一个魏家人 第493章身份曝光 他和魏家有仇吗 苏晓晓这么问是有原因的 作为两个敌对国的将门之家 彼此不共戴天不算奇怪 问题是大洲的将门不止魏氏一族 贺连夜为何单单针对魏家 魏廷想了想 我也不清楚 两军交战前 未曾听闻祖父与贺连夜有私怨 这就齐了 没私怨 贺连夜干嘛发下狠话 杀光魏家 苏晓晓问道 爹与几个哥哥的死 也是贺连夜所为吗 你可与他交过手 魏廷微微摇头 我没与他交手 祖父曾与贺连夜一战 临死前重创了贺连夜 等我赶到边关时 贺连夜已改为坐镇后方 事实上贺连夜伤得挺重的 就连他自己都一度认为自己活不长了 足足大半年才将伤势养得七七八八 听到这里 关于北燕为何屡屡拖延碎供的事 苏晓晓心里差不多有谱儿了 他们认为北燕之所以会输 是因为贺连夜没上战场 让魏廷这个乳秀未前的臭小子 白捡了便宜 第一年按时上交碎供 是因为贺连夜伤势未遇 他们一边不承认魏廷的实力 却又一边害怕魏廷再次卷土重来 当贺连夜痊愈之后 这种担忧逐渐消失了 他们的胆子肥了起来 加上后面勾打上了西径 就更不将大舟放在眼里了 走吧苏晓晓对魏廷说 嗯 魏廷点头 金兰殿外 贺连夜似有所感 朝着这边望了过来 魏廷已经走了 却又忽然顿住了步子 神色冰冷地朝贺连夜望去 四目摇摇相对 一股沙气在皇宫蔓延开来 大将军一旁的同僚提醒 贺连夜收回目光 与他一道进了金兰殿 朝阳殿内 白熙和刚看完一侧画本子 被里头的渣男气得半死 听到工人通传 魏廷与新夫人过来了 他脸色才好看了些 他将画本子放回桌上 宣 你们几个退下 是工人们退了出去 魏廷与苏晓晓入内 小云子作为太皇太后 最信任的新夫 当仁不让地守住门口 以防闲杂人等窥似 魏廷与白熙和不熟 请过安后便安安静静待在一旁 当背景板 两个女人坐在一起 和谐地劳着客 魏廷曾经在皇宫见过白熙和 是高高在上 不识人间烟火的模样 但在苏晓晓面前 他似乎放下了身工的伪装 这本好看吗 苏晓晓拿起桌上的画本问 白熙和嫌弃地说道 不好看 苏晓晓问道 那你还看 白熙和叹道 打发时间罢了 身工寂寞 也就这些烂俗的画本子 能聊以未戒了 苏晓晓一会儿 还得见太后与两位公主 小卓片刻后便打算离开了 然而就在此时 白熙和的床板下 传来了一阵奇奇怪怪的动静 赌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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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 床底下有人 还敲了个暗号 苏晓晓果断来到床边 白熙和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 苏晓晓刷得掀开了床板 拔出腰间匕首 爹 闺女 妇女二人傻了眼 苏晓晓一脸猛圈 这是什么大型桌 嗨嗨 认清现场 苏晓晓古怪地问道 爹 你怎么会在这里 苏晓如是说道 我过来找白夫人的 你也在呢 店内没旁人吧 苏晓晓狐疑地看住他爹 在他不知道情况下 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爹怎么就能来找白熙和了 他答道 没有 除了太皇太后 就我和魏婷女婿 苏晓从地道里爬出来 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他想死女婿了 爹魏婷打了招呼 他俨然也没料到 会有这么一出太皇太后的床底下有密道 密道里还钻出了他的老丈人 这都什么跟什么 苏晓晓道 爹 你还没说你为何会来这里 苏晓从密道里爬了出来 拍拍身上的尘土 哦 我是来带白夫人走的 小两口气气腔道了 他们没听错吧 他们爹要拐带太皇太后 苏晓晓 爹 我亲爹 这是杀头的死罪 苏晓还不知自己在做大死 他神气地说道 上次来昭阳殿彻查白莲教细作 就想带白夫人走 奈何身边人太多 不便于动手 这段日子我一直在等机会 今日不是正巧有使臣入宫吗 人多眼杂 方便浑水摸鱼 你爹我聪明吧 苏晓晓无法指示自家亲爹了 他至多打劫一下白莲教的金库 他爹却要打劫太皇太后 这是要逼着秦苍蓝造个反吗 苏晓看住苏晓晓 那一眼南京的神色 不解地问道 闺女 你啥表情啊 啊 你不会不知道白夫人的身份吧 苏晓晓道 什么身份 苏晓看向白熙和 他是白莲教的 被莫归远威胁 不得已来假扮太皇太后 现如今莫归远已死 白莲教已灭 他可以放心离开了白熙和社 死地捂住双眼 苏晓晓再一次严肃地问道 爹 上次那个肚兜是谁的 苏晓眼神一闪 神识时 什么肚兜 苏晓晓直勾勾地看住自家老爹的眼睛 手却指向了一旁的白熙和 无比严肃地问道 是不是他的 可苏晓清了清嗓子 闺女 我可以解释 当他发现自己采了白夫人的肚兜时 是想捡起来还给人家的 可他太紧张了 脑子一抽 竟给揣怀里了 等反应过来时 他又早已出了朝阳殿 苏晓晓的表情更严肃了 那你还一直待在身上 苏晓信信地说道 我那不是寻思着找个机会还给他吗 我又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就进宫了 你放心 我啥也没看见 我 我转过去了 我 我没看 抱 保证没看 你还把人身子看了 苏晓晓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以为自己已经够能作死了 和他爹一比 他才做到哪 人家正儿八经的丈夫都没看过他身子呢 便两腿一灯升天了 他爹倒是 艳福不浅 苏晓晓想了想 还是觉得他爹有权知晓真相 爹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苏晓道 你说苏晓晓看了眼白熙和 说道 他不是白莲教的 也不是冒充入宫的 他就是大周的太皇太后白熙和第494章北燕公主 苏晓睁住了 宫里人多眼杂 从朝阳殿出来后 二人谁也没再提及此事半句 苏晓在巨大的打击中 原路返回了 白熙和留在宫中 想到自家老爹临走时的表情 苏晓晓有那么一瞬间 想为他爹造个反 太后有段日子没见苏晓晓了 至他今日要来 早饭都比平日里多吃了小半碗 二人来到他的请殿 太后看看他 又看看他身侧的胃停 眼底闪过一丝欣慰 就像是自家孩子长大了 他了却了一桩心愿似的 不过 不等他与两个孩子说上话 福公公变过来了 他是传警宣帝的旨意 宣卫庭去金鸾殿见使臣的 太后对卫庭道 去吧 别让使臣们久等了 说我大周怠慢了他们 卫庭拱了拱手 臣告退卫庭与福公公去了 太后淡淡笑了笑 你这丫头 多少是有点而忘乎的本事 在身上问 苏晓晓被这话弄得不明所以 太后就喜欢他呆呆愣愣的样子 总能让他想到小虎 但其实 这丫头是个绝顶聪慧的人 所以这偶尔的呆愣 才显得弥足珍贵 太后说道 卫庭出家 拒了皇帝给他与惠安的赐婚 惹怒了皇帝 皇帝面子上下不来 卫庭回京多久了 你可见皇帝有让他回朝廷的意思 你俩前脚大婚 后脚北燕的使臣就到了 哀家虽没去前庭 却也听说了北燕使臣的气焰 十分嚣张 苏晓晓明白了 锦宣帝是叫卫庭去镇场子的 你们北燕不是嚣张吗 卫庭的出现也好帮某些人回想回想 当初是怎么做了卫庭的手下败将 太后看了他一眼 见他一副反应不大的样子 接着说道 这是好事 皇帝冷落了卫庭那么久 突然让卫庭回去 踏踏实实替他办事 多少会弥补一二 应当也会惠及你 无 我也能跟住沾光吗 苏晓晓有些期待了呢 这丫头 喜欢不喜欢全摆在明面上 太后在宫里见多了尔虞我诈 人人都戴着一张面具 包括他自己 嫁去卫家可还习惯 挺好除了马上要给几个嫂嫂当沙包 太后感慨道 卫家不同于普通的世家 没那么多死板玉腑的规矩 月安哥也不是爱搓磨人的性子 苏晓晓 月安哥 未听祖母太后似乎不想多提及魏老太君 岔开话提到 几个孩子有阵子末入宫见他们父皇了 之前小虎 二虎都来过 他还以为很快就能看到大虎了 谁料几个小家伙再也不来了 苏晓晓礼貌一笑 青天间最近有点儿忙 总不能说三个小家伙有了亲爹 就忘了宫里的妇房 一大三小天天在府里上房接瓦 气得魏老太君抓着拐杖在后面撵 两位公主去宫学上课了 中午会来永受功用膳 太后留了苏晓晓下棋 午时 惠安公主气冲冲地进来了 静宁公主不疾不徐地跟在她身后 没怪罪这个妹妹不懂规矩走在了自己前头 出什么事了 太后问 惠安公主委屈地扑进太后怀里 皇祖母 那的赵康宁太可恶了 苏晓晓与静宁公主打了招呼 静宁公主轻声解释道 北宴的康宁公主事情得从今早说起 使臣们早早地入宫面见景宣帝 男人们商谈国家要事 作为公主的赵康宁无事可做 便对景宣帝说道 我听闻大洲效仿西晋开办了女学 就在皇宫是不是 可否允许康宁也去见识一二 景宣帝能说啥 自然是应允了 赵康宁一去宫学 便旁若无人地抢了惠安公主的位子 考虑到她是北宴来的客人 惠安公主忍了 上午是论语与诗经课 惠安公主答不上来夫子的提问 赵康宁当堂嘲笑她是草包公主 连静宁公主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 这可把惠安公主气坏了 惠安公主当即就要抽她 被静宁公主拦住 来你是对的太后听到这里 戳了戳她漂亮的小脑门儿 你又打不过人家赵康宁可不是普通公主 她是赫连夜的外甥女 自幼跟住赫连夜习武 惠安公主和她前嫁 那基本是自寻死路 苏小小道 这个赵康宁来者不善啊 静宁公主点点头 一来就挑拨我与惠安的关系 还好惠安没上当 惠安公主生气 不是欺自己不如静宁 她念书是没静宁厉害 用得住赵康宁说嘛 她是要用美貌打败静宁的 她气的是赵康宁讥讽她是草包 惠安公主跺脚 那个赵康宁很厉害吗 懂几句论语了不起啊 我那是没背 回头我随便背一背 不比她厉害 静宁公主道 她是北燕的女状元惠安公主 赵康宁是北燕的传奇人物 北燕不如西境开放 女子不得下场苛考 赵康宁于是女扮男装 顶替了一个贺连家庞系子弟的身份 一路高中 直至金榜提名 冒名科考是杀头的重罪 但赵康宁是北燕皇帝的亲生女儿 北燕皇帝只剥夺了她的功名 并将她贬为数人 半年后才又恢复其公主身份 苏小小 套路啊 全是套路 苏小小问道 她既如此优秀 为何去西境和亲的不是她 静宁公主沉思道 她有治国之才 北燕皇帝大概是舍不得把这边 二人说着话 另一边 惠安公主告状也告完了 惠安公主看了苏小小一眼 选择性失忆了自己失财的失态 高高在上的扬起下巴 你来了 苏小小道 是 来看太后与两位公主 本公主好得很 惠安公主双手抱怀 傲娇地问道 挺哥哥没欺负你吧 苏小小吹了得彩虹屁 托公主的福 未听她不敢惠安公主得意一笑 我就知道 她心情又好起来了 她抱住太后的胳膊 娇滴滴地说道 皇祖母 我饿了 太后好气又好笑地瞪了她一眼 好好好 传扇三人在太后宫里用了午膳 下午 两位公主去上学 苏小小如今只在宫学挂名 极少去上课了 她打算回去 却还没出太后的寝宫 就听得工人匆忙来报 太后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惠安公主 坠马了 第495章 好命 太后的脸色一变 好端端的 为何会坠马 太监苦住脸道 奴才也不清楚 这会儿太医们正往马场赶呢 静明公主拆了人过来 想问问苏大夫还在不在 在的话 劳烦去给惠安公主悄悄 苏小小大婚后 大家对她的称呼改了口 然而一注急 还是会叫回苏大夫 太后 我过去看看 奴才给您带路 不必 你去忙吧 她是工学的学生 知道骑术课的操场在哪里 苏小小比太医道得快 工学的千金们看到她过来 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惊喜之色 除了郭灵溪 郭灵溪这段日子 一直在府上被嫁 直到两国使臣来访 她被接入皇宫 赐了一座请殿 以公主的规格对待了起来 她自然也恢复了与两位公主 一起上学的资格 千金们簇拥上来 苏小小看了郭灵溪一眼 郭灵溪将马儿的缰绳 交给了身后的小太监 不嫌不淡地说道 看我做什么 这回可不是我 如影小声道 确实不是灵溪郡主 灵溪公主事实上 郭灵溪迟到了 她过来时 惠安公主已经坠了马 众人似乎还想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苏小小看了眼 不远处的赵康宁 赵康宁 俨然没在意一个 被太医叫过来的医女 哪怕这个医女 衣着不凡 但从苏小小蹲下 身为惠安公主 剪插腿上的一煞 赵康宁就已经 将视线傲慢地移开了 工人们在惠安公主 四周拉上了沙漫 只留了她本人 静宁公主 与苏小小在其中 苏小小需要先确认 惠安公主有无骨折 惠安公主痛得大叫 啊 严重吗 静宁公主问 有伤 骨头无碍 苏小小说 听到骨头没事 静宁公主神色烧尽 苏小小继续为惠安公主检查 顺便问静宁公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静宁公主淡淡地 看向惠安公主 你问她惠安公主 撇过脸不说话 苏小小顿了顿 又是北宴公主 惠安公主委屈到 是她先惹我的 上午二人便结下了梁子 惠安公主本以为 下午不会再见到对方 哪知就瞧见赵康宁 独自一人在草场上跑马 惠安公主念书不如她 奇数还能输给她了 然后她就去挑战赵康宁 静宁公主 恨铁不成钢地瞪向她 赵康宁的舅舅 是北宴的神威大将军 她在大将军府的时间 比在皇宫都多 你当她是纸糊的 真以为凭你那点 三角猫的奇数 能在对方手里 讨到便宜 我也不是指胡的 惠安公主一份填膺刚说完 又胳膊传来剧痛 她惨叫一声 眼泪涌了出来 苏小小道 脱臼了 公主忍一忍 我给你接上去 惠安公主害怕地问道 接上去会不会很疼 你等等 你让我准备一下 苏小小握住她的胳膊道 我数三声 惠安公主弱弱地问道 能数十声吗 苏小小严肃拒绝 不能惠安公主 可怜兮兮道 呜 那你慢点而数 一咔 苏小小把胳膊给她复位了 惠安公主还在等二和三呢 直接就给整猛了 要说不疼是假的 可最疼的那一下 已经猝不及防过去了 惠安公主又委屈又生气 像只受伤的小狗狗 忧愿地望着苏小小 你说了数到三的 苏小小道 那 我再给你谢了 重新数一次 惠安公主身子一动 不要 惠安公主是从右侧坠马 又胳膊摔脱臼 又脚踝鸟伤 这个伤势其实不算轻了 这还没提惠安公主身上大大小小的擦伤 苏小小看向惠安公主 问道 公主 你的棋树一直很好 为何会坠马 惠安公主挑眉 得意地看了惠安公主一眼 听见没有 我的棋树很好 惠安公主不想理这个蠢妹妹 惠安公主说回正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马突然就不听话了苏小小诱道 是跟北宴公主的马儿隔得太近 所以受惊了马 与郭灵溪那一次便是如此 两匹马几乎相撞 双双受惊 没有啊 我和她隔得挺远的惠安公主 婉针地说道 不过我快追上了 静宁公主回忆道 我当时也在 北宴公主没有刻意去经惠安的马 惠安的马确实发作得莫名其妙 我去看一下那匹马 任静宁公主点头 喂 惠安公主拉住苏小小的手 你不管我了 苏小小呜了一声 从怀中拿出一瓶金创药 递给惠安公主 这是第一堂的独门药方 对伤势有奇效 公主擦个几天就能痊愈 也不会留疤她是这个意思吗 一点小跟般的觉悟 都没有 公主不要的话 谁说我不要了 惠安公主气呼呼地将药瓶拿了过来 敬宁公主送惠安公主回启祥宫 苏小小去马棚看了那匹马 很正常 没什么异样 饲料也没被做手脚 所以 马儿到底是为什么突然发狂 秀 一只冷剑射来 苏小小反手一抓 将箭矢冷冷抓住 她转过身来 神色淡淡地看向拿着弓箭的郭灵溪 郭灵溪自意一笑 你放心 我没想杀你 箭是没箭头的 吓唬一下你而已 苏小小扔了无头箭矢 有意思吗 郭灵溪 郭灵溪笑道 当然有意思啊 我不好过 那你们就陪我一起不好过 苏小小冷冷地看住她 是你动的手脚 郭灵溪叹了口气 我倒希望是我 只可惜 我比谁都希望惠安活着 万一西境使臣看不上我 一定要求娶惠安呢 苏小小正色道 那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她绝不会让惠安公主去和亲的 郭灵溪嫉妒苏小小嫁给魏婷 也嫉妒苏小小守护着惠安 她一时不知该说苏小小与惠安 究竟谁更好命 她压下火气 说道 我不是来和你吵架的 我是想来提醒你 当心北宴公主 知道她为何针对惠安吗 因为魏婷原本也是要针对我的 不过我要去西境和亲了 她惹不起 也没必要惹 你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死了 魏绍夫人的位置是不是就空出来了 第496章一切真相 苏小小就那么淡淡地看住她 似乎她说的话 苏小小一个字也不信 郭灵溪倒也不一样 意外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相信我 苏小小看住她道 北宴与大洲是敌国 贺连夜杀了魏婷的祖父 魏婷的父亲与哥哥们的死 与她也脱步了前夕 现在你告诉我 她的亲外圣女想嫁给魏婷 贺连夜会同意 贺连夜可是放下过狠话 要杀光每一个魏家人的 郭灵溪本没打算向苏小小透露太多 可苏小小明完不灵 总是不信她的话 这让她很是恼火 她咬了咬牙 冷嘲热讽地说道 那你觉得 司空间正为何给你算了个 七月初一的黄道吉日 你们刚大婚 北宴时辰便到了 再晚一日 这亲还成不成得了 都得两说了苏小小一顺不顺地 看住郭灵溪 她与魏婷定下婚期那会儿 可没听说北宴会来访 难不成司空云那时便已算到北宴的举动 或者更深一层 司空云与北宴有关系 而这些郭灵溪又是如何得知的 从郭丞相口中骂 她一直觉得郭丞相老奸巨华 必定与墨归远有所勾结 可最后查出来 郭丞相竟与白莲教无关 究竟是自己的直觉错了 还是有什么线索被自己遗漏了 苏小小还是无法相信 郭丞相这只老狐狸是前前进进的 不然怎么解释郭灵溪知道这么多事 莫归人死了 可那道先帝的圣旨下落不明 苏小小与萧崇华一样 相信圣旨是存在的 难道说 一个小小的护法张锋 当真有本事带着圣旨 躲过朝廷的重重追查吗 没人藏住他 他办得到吗 白莲教灭了 但白莲教的事情并没完 莫归远的背后 还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那个人与莫归远并不是主仆 或上下级的关系 用合作来形容更贴切 苏小小会这么怀疑是有缘由的 他们一开始查到的消息 便是莫归远勾结北宴 害死了武安君 也间接害死了魏婷的父兄 因为是既定的事实 所以大家伙儿都接受了 忘记去怀疑一个小小的白莲教教主 是怎么有资格让北宴与他合谋的 另外 莫归远在京城的部署也太成功了 几乎渗透了每个重要的地方 连皇宫也遍布着他的眼线 莫归远只是送了个女儿进卫家 这个女儿还不咋听话 她是哪来的天大本事 打通各处关系的 如果 有一个对京城无比熟悉且位高权重的人 与莫归远理应外合 一切便都说得过去了 莫归远是通过那个人勾搭上了北宴 也是通过那个人完成了京城的各项部署 但恐怕连莫归远自己都不知道的是 他只是对方手里的一步棋 莫归远的确没想杀自己的几个外孙 是那个人想杀 陈舵主的一句话 让他们以为害死未听几个哥哥的人 是郭桓 可万一陈舵主掌握的信息有误呢 的确有人背叛了莫归远 悄悄与北宴谋害了魏婷的父兄 但对方不是郭桓 而是那个意志暗地里与莫归远合作的人 莫归远拿不到先帝的圣旨 那个人拿得到 说明是先帝十分信任的人 指不定先帝临终前是将圣旨交付于他 让他在自己驾崩后将圣旨公之于众 谁料他没这么做 他伪造了一道秘纸 让秦汤兰与苏硕扶持汝阳王即位 他们沉浸在杀了莫归远的胜利喜悦中 乃至于疏忽了背后如此多的反常 只将一切归功于莫归远的本事 郭灵溪的一番话彻底点醒了他 郭灵溪还不知道自己随随便便 用来刺激苏小小的话 竟为苏小小打开了思绪 见苏小小转身就走 他娇声呵斥道 我话还没说完 你就走了 你不想知道北燕公主与魏婷之间发生过什么 苏小小脚步不停 你不想听我也要说 郭灵溪望着苏小小淡漠的背影 冷哼道 砍了狐猎王的脑袋 但你可知 他被人围杀 是北燕公主放走了他 你嫁给魏婷又怎样 北燕公主想得到的东西 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你就等住失去婷哥哥吧 就像我当初失去他那样 你也尝尝我的滋味 苏小小直接出宫 坐上马车去了青天间 司空云 他是那个人的心腹 他们千房万房 防落了司空云 说什么青天间 是白莲教伸不进来的地方 是啊 为何单单青天间如此固若金汤 因为墨归远在京城的势力 就是通过那个人部署的 他怎么会在自己的地盘 安插墨归远的戏作呢 纯死了 纯死我得了 苏小小恼羞成怒 生平第一次有了被人耍了的郁闷 他杀气滔天地来到青天间时 却被告知司空云仙游去了 仙游 玉峰善善道 师父去为陛下寻常生不老药的药材了 苏小小 放他大爷的狗屁 玉峰吓得一哆嗦 他战战兢兢地看向苏小小 苏 啊 不 秦姑娘 魏夫人 你到底怎么了 苏小小要眼见为时 他叫来五虎 将青天间里里外外翻了的底朝天 确实没找到司空云 苏小小气急败坏地走了 秦苍蓝刚从府里出来 打算去国子监接苏二狗 一眼看见在街边凶神恶煞的苏小小 他赶忙翻身下马 大步流星走过去 小小 今儿是怎么了 儿子黏哒哒的 孙女儿也怪怪的 你怎么一个人在大街上转悠 魏婷呢 苏小小这才记起 他只顾住找司空云 把魏婷落在皇宫了 他善善地抓了抓头 我一会儿再去接他 反正他应该也还要再忙一会儿 祖父 上马车吧 我有话和你说二人坐上马车 苏小小将自己的猜测与分析 原原本本地说了 秦苍蓝眉头一皱 你的意思是 墨归远背后还有个人 司空云就是那个人 或者是那个人的爪牙 苏小小道 我倾向于后者秦苍蓝 万万没料到会是这样 他一直觉得 司空云是整个朝中 他最不会去怀疑的人 可司空云也没做任何对我们不利的事 还帮你定下了一个合适的婚期 赶在北宴公主到来之前 让你与魏婷玩了婚 苏小小道 如果他当真没做对不起我们的事 就不会逃了 他一定做了什么 并且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了 他才要赶在东窗事发前顿走 第497章温柔 小小秦苍蓝沉吟道 我始终觉得司空云对我们并无恶意 如果他当真做了什么 应当也是迫不得已 秦苍蓝并不敢说自己看人看得有多准 可他们在青天间毫无防备地住了那么久 司空云真想杀他们 多的是动手的机会 当然 这并不是说他就原谅司空云了 司空云若算计的是他 倒还罢了 可倘若司空云害的是他的宝贝孙女儿 那别管司空云有多大苦衷 他都会对司空云追杀到底 找司空云的事交给我 我会派人把他揪出来的秦苍蓝 好歹与司空云结识多年 对司空云的性情与喜好算得上了解 大概猜到哪些地方他不会去 哪些地方更吸引他去 苏小小点了点头 司空云是一条重要线索 一定要找到他 至于司空云对他们是否怀有恶意 他暂且保留意见 他曾毫无防备地将后背交给司空云 可到头来 司空云竟然是一个戏作 他讨厌这种被信任之人欺骗的感觉 他似乎有些理解 为何魏婷与魏夫人之间会有一层隔阂了 明明魏夫人是被迫的 他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保护几个孩子 魏婷一定在想 为什么不说出来 为什么不和我一起解决 自然 司空云与他之间没有熟人到那种程度 司空云也未必真的无辜 想到什么 秦苍蓝说道 小小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司空云没替他幕后之人办事 触怒了对方 担心对方会报复他 所以躲起来了 苏小小问道 祖父如此猜测的依据是 秦苍蓝分析道 你看啊 依照你方才的说法 司空云与他的幕后主使与北燕是有勾结的 那个北燕公主又对魏婷动了心思 司空云的任务会不会是撮合他俩 可他没这么做 他让你霍魏婷赶在北燕公主抵达之前完婚了苏小小蛋道 他给了两个日子 嗨 谁还猜不到你对魏婷的那点心 司 秦苍蓝接收到了来自宝贝儿孙女儿的死亡名誓 耸哒哒地说道 魏婷对你的心思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 等我把人找到 立马送去给你审问 不过 你爹是怎么一回事 他刚出去了一趟 回来就和那双打过的茄子似的 有人欺负他了吗 苏小小平静地说道 哦 他失恋了秦苍蓝 秦苍蓝去国子健接苏二狗 苏小小是想着反证出来了 不如去一趟医馆 正巧为夕月最近有点儿咳嗽 给他弄点穿背雪梨 高一点 再高一点 太高了太高了 往下一寸 不对 半寸 苏二狗的铺子装修得差不多了 孙掌柜正在指挥下人挂牌匾 孙掌柜苏小小打了招呼 孙掌柜一愣 你 你这就出门了 苏小小大婚 孙掌柜几人也受邀去吃席了 还顺便与魏婷喝了两杯呢 佛郎中酒量差 一直到今早还有些晕晕乎乎的 出来了苏小小道 孙掌柜嘖嘖道 魏家对你是真不错 想当初 苏玉娘的那个夫家 能有魏家带你的一小伴儿 也不至于 是前夫家 苏小小纠正 是是是 前夫家 孙掌柜从怀中掏出一封信函 给 青州来信了 我一封 老夫一封 你两封 话说为啥你有两封 另一封不是我的 苏小小把信接了过来 孙掌柜不明白 掌柜的 你看挂这里可以吗 梯子上的下人问 啊 有点儿偏了 孙掌柜去指挥挂牌匾 苏小小进一管拆信 他刚看完 扶郎中从楼上下来 前天夜里醉的酒 头疼了足足两日 小小过来了啊 他很惊讶 师父还好吗 苏小小笑着问 喝多了酒 有点头晕 今日已经好多了 收到信了 扶郎中看见了他手里的信函 玉娘他们还安好吧 苏小小笑笑了笑 都好 男男长大了不少 会翻身了 铺子里的生意也不错 玉娘打算把分铺开去省城 玉娘是个厉害的扶郎中 由衷佩服 扶大娘最近怎么样 苏小小关心道 扶郎中笑道 我娘一直在吃你给的药 病情再也没复发过 我都不知道 你还偷偷给我娘寄过几次药 你怎么不告诉我 苏小小道 小事而已 扶郎中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了 他不过给他做了个挂名师傅 他却帮了他太多太多 另外我娘说 他可能会来京城找我 哦 苏小小的眸子亮晶晶的 又可以看扶大娘炸毛了吗 扶郎中 为何我感觉你有点不怀好意 扶郎中道 我在信中提到我们在京城开医馆的事 他大概是知道我很难再回青州了苏小小道 我联络一下苏家祖宅那边 让他们安排好一点的车马 快快快 他要见扶大娘 扶郎中叫住他 不必了 我娘已经动身了 放心吧 会觉师太会安排妥当的 他很照顾我娘的苏小小摸下巴 是啊 他怎么忘了 还有会觉师太那个大土豪 然后另一边 魏婷结束了与两国使臣的初次会面 出了金鸾殿 离开时苏小小还在太后那边 这个时辰也不知他出来没有 他独自一人是无法进后宫的 于是决定去宫门口等他 然而当他来到宫门口时 却惊讶地发现自家马车已经离开了 小胖孔雀是把他落在这儿了吗 才新婚第二日 你就忘了自己还有个男人了 所以这丫头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他吧 只是单纯的好色而已 一辆马车缓缓驶了过来 侧面的车窗被推开 北燕公主笑音音地朝他看了过来 魏将军 你在等人吗 连声音也婉转动听 魏婷淡淡应了声 问北燕公主笑道 没能赶上魏将军的大婚 真是遗憾了 早知道 我就提前几日出发了魏婷 与他无甚可聊 北燕公主倒也不恼 依旧是笑了笑 温柔地看向魏婷 将军要去哪 我送将军一城第498章套麻袋 才讲了两句话 竟是连姓氏都省了 魏婷淡淡说道 不劳烦抗宁公主 北燕公主温声道 我出到京城 对这里不大熟悉 不知将军可否陪我四处转转 我听闻大洲京城的灯会很美 一直盼望有机会能目睹一二 我陪北燕公主转转如何 魏家马车来了 苏晓晓跳下马车 宣布主权站在魏婷身边 我相公虽是在土生土长的京城人 但自幼苦读诗书 极少出门闲逛 怕是未必能胜任 北燕公主的向导 苏晓晓说罢 对半路上换过来的车夫道 扶苏 北燕公主吹个向导 你对京城熟悉 不如你带北燕公主出去转转 魏毛是我啊 与玉池修在一块久了 扶苏直接修话了 讲话也拽不拉击的 让玉池修去 暗处的玉池修现身 我才不去 扶苏扭头望向他道 你不是北燕人 你家公主来了 你接待啊 老子不是北燕人 玉池修乍毛道 那你是哪人 要你管 二人旁若无人地吵了起来 北燕公主保持着得体的微笑 我乏了 先回驿馆了 将军 明日的街风宴见他走后 苏晓晓看向魏婷 危险地眯了眯眼 将军 叫得那么清热 你和他果然有什么 魏婷道 没有苏晓晓正色道 还狡辩 你当年去行刺北燕的狐猎王 敢说没碰上他 魏婷错愕 你连这个也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苏晓晓瞬间超凶 你果然和他有一腿 魏婷无奈 什么乱七八糟的 谁和他有一腿了 注意你的措辞 苏晓晓双手抱怀 你倒是说说看 你当年是怎么从狐猎王的军营 突出重围的 魏婷一脸高冷道 杀出来的苏晓晓 扬起下巴 你确定不是北燕公主 放你走的 魏婷叹道 她没放我走 是我劫持了她 苏晓晓信念圆凳 你碰她了 魏婷道 战场无男女 和你们大夫行医治病一样 只论成败 无关雄辞 苏晓晓对此回答 仍不大满意 魏婷服额 我把刀架在她脖子上 逼她做了一段路的人质 后来呢 苏晓晓接着问 后来魏婷凉嗖嗖地 逆了魏池修一眼 某个粗心大意的家伙 落入了贺连夜设下的陷阱 我与北燕交换人质 才把某人赎了回来 魏池修两眼望天 他不承认 他就没有 苏晓晓 哦魏婷 你这什么表情 苏晓晓十分哥们儿地 拍了拍她肩膀 大方地说道 安啦安啦 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我相公长得这么帅 身材又好 有人惦记是应该的 我不会介意的 你安心接待使臣 这种烂桃花 交给我就好 他笑着说完 不忘拍拍自己的胸口 魏婷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兴奋 记起正事 魏婷严肃地看向他 你今天是不是把我望在皇宫了 苏晓晓呛了下 可 没 没有望着某个小胖孔雀 逃一班地上了马车 魏婷眸光一沉 没有才怪了 没心没肺的丫头 这人看似好接近 心却很远很远 本以为大婚了 就能揭开他的面纱 是他天真了 他缠的是他的身子 但他没有让任何人 走进他内心的打算 苏晓晓掀开帘子 见魏婷盯住自己不动 忙说道 你干嘛不上来 我刚刚是去办事了 真的 正事 确实是应办正事出宫的 把某人忘了也不是假的 还是扶郎中提醒他 晓晓 你一个人来医馆 魏婷呢 他当时只觉自己被雷劈了 魏婷 被他忘在皇宫了 马车晃悠悠地行驶了起来 苏晓晓将今日的事前前后后说了 魏婷听出了四个重点 一 莫归远有个合作伙伴 帮莫归远联络北燕 部署京城 二 当初杀了魏须 与魏大郎他们的极有可能就是此人 三 司空云与郭丞相都是对方的人 四 先帝的遗照在他手中 关于第三点 我有话说苏晓晓道 你说魏婷道 苏晓晓问道 会不会郭丞相就是那个人 魏婷摇摇头 郭丞相还没这么大的本事 从郭丞相对郭桓的种种举动来看 他甚至都不清楚 郭桓在替莫归远卖命 苏晓晓拿出了两颗核桃摆在桌上 所以 一共有两个阵营 一个是莫归远的白莲轿 一个是幕后黑手的阵营 两个阵营的棋子不清楚对方的身份 一如郭桓不知道郭丞相是幕后黑手的爪牙 郭丞相也不清楚郭桓是莫归远的细作 魏婷点头 是这个礼 从目前的胜负情况来看 真正纵观全局的只有那个幕后黑手 白莲叫灭了 他却独善其身 真是好大一盘棋 苏晓晓又道 那 郭丞相与司空云是他的人 他们俩知道彼此的存在吗 魏婷促眉 这个很难说苏晓晓磨缩住桌上的核桃 我想不通 在大洲 什么人能和魏家有如此深仇大恨 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景轩帝 可转念一想 如果他真是幕后主使 哪里还会被白莲叫下长大的样子 魏婷其实也考虑过景轩帝 景轩帝为了维持明军的人设 不便对魏家大开杀戒 于是挤北燕之手 杀光魏家的武将 但转念一想 又觉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景轩帝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不算一个太昏溃的皇帝 他明白魏家满门战死意味住什么 他没这么蠢 另一个证据是那道先帝的遗诏 如果景轩帝得到他 早第一时间销毁了 怎么会让其落在墨归远的手里 魏婷若有所思道 我大胆猜测 他也不是主动把圣旨给墨归远的 应当是被墨归远偶然所得 只不定这次清剿白莲叫 也有他暗中的推波助澜 苏小小恍然大悟 他想拿回圣旨 魏婷正色道 没错 苏小小 好狠的人 好厉害的布局 苏小小心里如同有蚂蚁在挠 他究竟是谁 魏婷淡淡说道 司空云逃了 不是还有郭丞相吗 问问郭丞相就知道了 郭丞相结束了繁琐的公务 打算回府 他刚要坐上马车 一道小胖身影 自他身后窜出来 刷的将他套了麻袋 临时接到通知 月票双倍开始了 现在投一票 变两票